所以我們先不要找太複雜的例子 因為往後學微積分 你會發現我們在微積分學裡面 真的會用到很多判斷的技巧 那判斷技巧我們在這門課裡面 我們幾乎都不提 我們就是先提一些比較直觀的計算方式 跟一些直觀就是比較常用到 譬如說無窮等比奇數的概念 那至於更複雜的一些什麼比較測試法 那些測試法我們現在都完全不看 那同學我們就是先搞清楚 到底什麼叫做收斂什麼叫做發散就夠了 所以我們先來判斷這件事情 好我們來判斷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判斷它的 戀散性 它到底是收斂呢 還是發散呢 好所以這個戀散性你怎麼看 其實你就不要想太複雜 你就很直觀的去思考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實際上啊 如果就是要去考慮 Sigma N從1到無窮大 A N 對不對 那只要討論這件事情就是要去考慮 N趨近到無窮大的有限項的情形 對不對我們先考慮從第一項交到第N項嘛 考慮完這個核之後啊 再讓這個N跑到無窮大就好了 我們要考慮的是這件事情 那我們去看這個極限存不存在 那這個東西呢 你就會發現 欸 我這個N啊 是奇數偶數影響很大 這個N如果是奇數 那是不是你加起來之後會多一項1 那如果N是偶數加起來會是0 所以實際上就會變成我要去考慮誰啊 我要去考慮 兩個情形 一個情形是 這個加起來剛好是1 這是什麼時候呢 這是N在奇數的時候 然後呢 另外一種情況是考慮 這個的極限是0 就我這邊考慮加起來是0 因為1加1減剛好都消掉 但是這個只發生在 N是偶數的情況 所以上面是奇數下面是偶數 那你會發現 一個極限 怎麼會等於兩個值 這樣是不是就不行 所以就算是你可以知道說 他當N是奇數他是1 當N是偶數他是0 雖然我可以知道這種事情 但是 因為 這個極限有兩個值 所以我可以知道 他的極限不存在 因為你極限一定要是一個唯一的值 不可以分成兩個值 所以這件事情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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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就是說 我原來的1加 1減1加1減1 他發散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你去算他的極限 所以我剛剛才講說 你極限那個不存在有可能是 算出他跑到正負無窮大 但是如果以這個例子來講的話 他因為跑出兩個答案來 兩個答案就不行 你不能說 我根據N的喜好 然後奇數的時候 他可以等於什麼 偶數等於什麼 這樣不行 因為這樣代表我跑到無窮大的時候 他還在劇烈的震盪 他沒有辦法趨近到某一個穩定的數字 那這種情況我們就說他極限不存在 那極限既然不存在的話 那當然這個極數就發散 所以我們用到工具很基本 就是我們沒有用到很複雜的一些判斷法則 但至少 像用這種基本的判斷法則的這種 極數到底是 收斂還發散 同學們一定要有 就是自己的實力去把他解出來才行